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讲是他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 那这个不完整的协议呢让双方呢在呃过去这一年多来啊 这一年多来的这剑拔奴障啊暂时呢取得了一个休止服啊 呃就是双方都不是很满意啊 但是呢他们都必须去接受的一个阶段性的协议 就美国来讲他们的这个不满意呢在于第一个啊 农产品的采购数量呢不如他们原先的预期 然后呢他们希望呃透过呃中美贸易谈判 逼迫这个中国大陆改变他们的体体制啊 然后呃去就是减少啊 或者是说在对于这个国有企业这个补贴上面 做出重大承诺这些东西呢都是中方做不到的啊 但双方呢呃急转直下呢 必须取得一个阶段性的妥协点 因为彼此都有一些政治和经济上面很务实的需要 对于川普来讲呃他除了就是说他的农业州 他这些大州他们必须呃要让他的这个选民呢 在有关于出口啊到中国大陆这个贸易上面取得具体的成绩之外啊 他也有必要在这个国内呢面对呃弹劾案的这个压力下 他要有外交上面的一个胜利 要有一个足以宣称他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啊 虽然说呃虽然说弹劾案对于川普来讲 他嗯他不会他不会弹劾的啦好 就是他到了这个参院去的话 这个参院现在是共和党掌控这个绝对多数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无论如何这个弹劾案都不会过的啊 但是他对于他在这川普在内政上面 他会造成相当程度的这个干扰 所以他必须取得一个协议 而且他如果不在这个不在这个中美的呃 这个经贸谈判上面取得一个阶段协议 打成一个阶段性的妥协的话 他很多的地方啊他对于其他啊 在对于其他国家还有他在这个选战上面的 他就他就会绑手绑着没有办法施展开来 所以呢双方呢都有这些现实上面的需要 对于中国来讲呃美国的呃对他们这个施加关税啊 还有在这个科技上面所采取的这个严厉的这些步骤呢 当然是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实际上的经济的成长啊 这个对于嗯习近平的统治政权 你搞不定你就一直搞不定这个美国 然后香港的局香港的形势呢 到现在呢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啊那当时他当然是不知道说台湾的选举结果会是如此的一个呃蓝军惨败的一个情况 可是对于蓝军会输我想大陆方面的资讯各方面很呃有很充分的有很充分的讯息啦 就是他必须要去调动跟稳定这么多块的这个呃局面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呃先搞定啊这个美国起码就是呃能够取得呃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妥协啊 否则他的这个内外的压力都太大了啊 除了对他们的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之外 今年呢是大陆要完成呃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啊 呃那你如果呃没有办法在关税的部分的问题贸易部分的问题呃取得一个 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啊 你要是你是要怎样怎么样要建成全面这小康社会啊 呃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有一个针对呃中美贸易谈判内幕有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报道啊 那就中间呢在这中间在双方呈现僵局的时候发挥的关键的作用的就是 呃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哈 呃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啊 在大家走到僵局的时候呢 早上了这个库什纳啊 库什纳呢很很务实的啊 使得双方的嗯强硬派呢 又凑在一起啊 这里面这过程中也有我们的一些呃 之前的讯息上面不充分不完整的时候的 呃一种刻板印象上的误判 比如说这个莱特希泽啊 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署的谈判代表啊 莱特希泽他应该是就是个大硬派啊 然后他呢呃就觉得他从以前就觉得说 当时呃克林顿政府呢呃让让中国大陆呢 进入WTO就是开始错误的一步 他本来就是要强调就是在贸易上面呢 对中国呢要施加强大的这个压力啊 然后他也呢希望呢能够透过呢 一直不停的在push啊 这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之中 能让中国呢做出最大程度的这个让步 不只是在智慧财财产权上面 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呃大陆的上面的体制的改革 结果没有啊 他还是他还是这个呃做出了妥协 所以这些人都是务实派了啊 呃他们本来啊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呢 美中说一呃一度差点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这个全面协议呢其实就是要这个中国大陆呢 几乎是要到全面投降的地步了啊 他要求中国呢修改多达60项的法律法规啊 知识产权呃监管审查小组啊 呃金融服务和其他的领域等等了 就是要一个一整个开放 但那个时候呢这个呃刘鹤啊 没有获得这么高层的一个批准 而且也因为呃美国的态度呢盛气凌人啊 那这个这个和中国国内的这民族主义的气氛是不符合的啊 你如果说真的是呃在国企上面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改革 要让这个中国大陆失去共产党失去对国企的控制的话 这会动摇他们的体制的 这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啊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呢呃在这个去年五月的时候 双方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僵局的 后来呃川普还说不谈就算了啊 就不谈就算了啊 这个而且中方呢你绝对不要觉得说 你好像觉得说我我不会这个连任的 我会连任的啊 如果我连任的你们你们的得到条件会更差啊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 呃库什纳呢就出场了 而且美国的这些的企业家呢也也出场了啊 他们就是跟川普是强调就说 你如果啊 你如果呃你如果 这一直对中国大陆施加这么庞大的压力的话 呃最终呢这些增加的关税呢都是到 就会到我们这些呃企业的这个身上 其实是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他们呃他们是受害的啊 那很多的游说团体都在进行游说 有一些呢是在澳门的这个赌场上面呢 有重大利益的呃川普的金金主 他们在澳门的这个生意呢是要看中国政府脸色的啊 所以背后的这个游说的行动呢是非常的密集 而且是一波一波的啊 然后在在这些呃企业家的游说 还有这个库什纳的这个加入之下呢 呃像莱特希泽这些被认为鹰派的 他们都做了相当程度的妥协 然后这一份的这个协议呢 对中国来讲呢 其实也也不是很令人满意了 就因为美国当然不可能全部退让 然后他呃减减的关税从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十 也是减了六兆 他还有高达呃大概差不多这个呃六十的左右的关税 他并没有降下来啊 这个对于中方来说当然还是有存在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 但他换得的就是呃没有就是美方呢 没有施加强加那个压力就要他在国企上面取消补贴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非常欺负人的本来要在这个协议里面啊 协议里面放进去呃就他要有一个监督的这个小组啊 就是呃而且主控权呢是在美方啊 在美方就你如果说不切实的遵照着协议走的话呢 我们就随时呃会给你这个增加关税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卡住双方继续谈协议的关键 那现在就是拿掉了啊 就变成双方要成立呃一个共同的一个小组 有副总理级的人呃来去领导 然后定进行这个定期的对话啊 呃一个很一个对于美国的企业界来讲啊 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来说的话呢是很大的啊 就在于是呃有关于开放啊 这金融自由化的部分呢 呃大陆方面呢做了比较大的让步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大陆的发展上面的需要的啊 呃还有这个智慧财产权上面也是 自从他们在呃去年啊去年初都通通过那个外商投资法 然后开始呃针对有关于智慧财产权啊 金融市场等等的开放做出一些相关的这个改改革呃的时候呢 本来大陆方面呢就承诺啊他要在这个金融服务业上面做更大幅度的开放 然后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呢 他要修改相关的法令啊呃对于负责第一线的呃这些的官员 你如果说强制的啊去你如果说是要求啊强制要求对方在智慧财产权上面呢 做出这个让渡的话他们是有刑责的啊 他们的法律也挺严的那反正他本来就是今年一月要开始这个上路啊 然后他金融市场上面的开放呢他也是准备朝着这方向走啊 那只是就说呃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加速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步伐 这个本身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啊呃刘鹤呢 在签署了协议之后呢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呢 也谈到啊他就说要啊呃要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啊 应该不低于呃中国对于美方开放的标准啊 这当然就是一个呃很好的这个消息啊呃在中国再去 今年我刚才提到去奔向这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个关头上的时候呢 在开就年啊这个年啊这个2020年的一开始啊 总算达成了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协议 然后下一步呢双方呢要开始怎么走啊 呃这场仗呢还有得打了啊 嗯 嗯在嗯中国大陆啊统治阶层依然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的时候呢 完全就是看他们怎么去对内这个宣传啊 啊那今天这个新华社做出来的这个评论是呃非常的务实的啊 就说你不要觉得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就雨过天青了啊 呃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呃中国还得自己的体质要强健啊 你现在有很多的关键的呃智慧财安全的这个部分呢 有很多这些的技术呢都还是掌握在这个美方的这个手里啊 你而且呢你自己要取得你自己要取得这些的关键技术 它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啊 那在呃中美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呃这次到后阶段的时候 就没有再把华为啊这科技冷战的部分呢放进去了啊 那中国那美国方面呢 现在他不止对于华为啊采取一种很严格的啊 很严格的立场和态度 昨天有一个消息就是呃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基于安全的这个理由 要求台积电呢要到美国去这个设厂啊 所以这场仗呢其实还没有还没有 还还还有得打了啊 还有得打了啊 呃只是现在这个阶段性的协议呢 让大家在这个中国的农历春节前呢 暂时先休养生息一下啊 然后徐途再战啊 接下来看他们第二波呢 呃的重点呢会摆在哪些的部分啊 呃讲到这个休养生息呢 我觉得我对这个蔡英文总统 呃大胜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呢 是真的是有点这个失望了啊 昨天他在呃回廊谈话 就胜选之后啊就发表他的这个回廊谈话 谈这个反渗透法之后呢 当然是应该是有记者就问到他有关于罢免案的这个问题啊 就罢韩 罢韩案的问题 那他就做了一个很愣冰冰的回答 他就说接下来呃就是要看啊 接下来就是要看韩市长的表现 他讲的是事实了啊 但我觉得太冷了啊 太就是冷冰冰的啊 呃一个取得大胜的总统啊 你在面对你的这个对手 在面对呃 不管是霸函团体啊 引力他们的这个步步精逼 或者是说像是这个激进党新当选的 呃立委陈伯伟啊 他当选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高雄啊 然后去哇发福袋啊 然后就这这动作就不会停啊 就是说社会呃已经是为了这场的选举啊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中华民国 就蔡英文来讲 还要再加上台湾两个字啊 已经为了这场选举呃撕裂到这个地步啊 对立到这个地步了 是不是应该要稍微平和一下 换和一下啊 呃我觉得蔡英文他那么高票 他可以表现他一定程度的气度啊 而不是只是看到背后就说 他今天如果在呃罢免案这件事情上 有任何的表态 可能会得罪在选举过程之中 因为这个罢韩团体对于蔡英文的得票 呃那么高票没有帮助吗 当然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啊 他增加了那个讨厌韩国瑜的气氛啊 他加深了呃加深了呃高雄的市民 特别是年轻的世代 呃这次呢很多票都不投给韩国瑜 除了反送中的这个问题的事情上面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韩国瑜背叛了他们啊 他们当初也是返乡投票啊 呃用这么大的热情支持这个韩国瑜 出来参选呃高雄市长 让他当选了这个高雄市长 就你才没当这个几个月啊 你就要去选这个总统 你心根本就不在高雄啊 这个是呃很多年轻人讨厌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所以罢韩团体的这个推动对蔡英文的高票没有帮助吗 帮助可大了啊那他蔡英文是不是不愿意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表态 是因为他心里面是真的很想要这个韩国瑜最好是双输啊 国民党呢 现在还现在是打到这个地上的半死还没有死透啊 所以要再串一脚是这样子吗 呃他怕得罪这些人吗 还是说呃除此之外还加上民进党里面 陈其迈的势力想要去呃在补选这个市长上面赶快把这个师徒呢收复回来的这些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 陆天林也好呃刘世芳也好啊 陈菊的系统的人马也好陈其迈也好 他们都在已经开始在背后呢 纯纯运动运作了啊 蔡英文呢也不想去呃卷入这趟这个呃这趟浑水啊 但是一个这么高票的一个总统在这么一个档口上面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呃让社会和解啊呃重新开机 而是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态度就是任令这种嗯对立的这个氛围不断的在呃燃烧 嗯实在不是一个实在不是一个呃大胜之后的这个总统该表现出来的气度和高度啊 嗯 嗯 rey